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1999年2月28号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独行俠队新秀卢卡·东契奇 东契奇的父亲是莎莎·东契奇 他是前斯洛文尼亚南南国家队队员 而他的母亲是一位模特和舞者米利安·波特斌 曾随尤卡斯舞蹈堂夺得过世界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东契奇他的教父是前NBA球员尼斯特·洛维奇 父母在他8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身为模特的母亲转行开了美容院 将东契奇复养长大 因为父亲和教父的缘故 东契奇对于篮球的学习可以说是耳濡目染 他在7个月大的时候就抱起来篮球 2007年年仅8岁的东契奇 便签约了斯洛文尼亚本土豪门奥林匹亚队 但他在同年龄的梯队里 仅仅待了16分钟就被调到11岁的年龄组了 因为教练觉得他太厉害了 第二天他又被教练派去参加U14年龄段的比赛 要知道当时他才8岁而已 而打篮球对于东契奇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他宁愿放弃玩玩具也要去打球 东契奇是一个篮球天才 他在奥林匹亚清讯体系里练习了5年 13岁时的他就已经是全欧洲篮球祖母的明日之星了 全欧洲的豪门球探都跑到斯洛文尼亚来看他打球 2012年2月 西班牙豪门黄马在观看了东契奇的一场比赛后 毫不犹豫的抢先抛出了感染痣 但是东契奇对是否加盟黄马非常犹豫 因为马德里距离斯洛文尼亚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 二是年少的他对那里一无所知 在经过几周的讨论后 东契奇和黄马签约了一份5年的合同 2012年4月 东契奇在正式启程前往马德里前 还代表奥林匹亚参加了最后一项邀请赛 他在决赛里拿到了54分11篮板10助攻 获得比赛的MVP 在这之后 这个13岁的孩子穿越了整个欧洲 让所有人都多了一份期待 来看看他能打出什么样的成绩 刚来到黄马的时候他非常痛苦 他没有朋友也不会说西班牙语 所以不止一次想回家 不过他还是熬了过来 当他慢慢学会西班牙语后 也就适应了环境 东契奇从15岁开始就跟随黄马成年队训练了 到了2015年4月30号 年仅16岁两个月零二天的他 首次代表黄马亮相西甲 理所当然的 他创造了队史最年轻记录 而他身边的队友是鲁菲尔南德斯 诺西尼奥之类的前NBA球员 即使身处这样的环境中 也无法掩盖出他的天赋 由于在黄马U16队中的优异表现 2014到2015赛季 他继续代表黄马U18队参加比赛 当然随着年龄和球迹的增长 他逐渐成为了黄马青年队的领军人物 场均能拿下14.5分 6.2个篮板 3.1次助攻 帮助球队在西班牙丙级联赛 第二小组中拿到第一名的成绩 随后在2015年 东契奇带领黄马获得 洛斯皮塔莱全会赛冠军 虽然他比绝大部分的球员都要小两岁 但是因为他优异的表现 他还是入选了第一阵容 同年 他还代表黄马参加了欧洲蓝鞋举办的 阿迪达斯下一代篮球锦标赛 带领球队击败了 未免冠军贝尔格埃德红星队 获得总决赛MVP 东契奇的成长和那些美国天才篮球少年 并不相同 他没有太多眼花缭乱的过人寂静 或者飞天爆扣的视频 但是只要你能上网 你就能通过网络看到他的成长轨迹 在每个年龄段里 他都是最优秀的球员 2017年的欧锦赛 是让全世界加深队东契奇 印象的一次赛事 他在此次欧洲杯中 场均能砍下14.3分 8.1个篮板和3.6次主攻 两分球命中率为55% 并且最终帮助斯洛文尼亚夺冠 半决赛 斯洛文尼亚对阵的是 由尼克斯当家球星波尔金基斯 率领的拉托维亚队 东契奇这场比赛 也对他的少年老臣大加赞赏 另外保罗加索尔 还有队友德拉基奇 也都在公开场合 对东契奇表示称赞 在皇马的最后个赛季 年仅19岁了 他再次迎来职业生涯的飞跃 他的场均得分是上赛季的两倍 从场均7.9分上升至16.9分 这一得分在全欧洲也能排名第三 他场均还能得到4.8个篮板 并送出4.6次主攻 这也排名联盟第11 他有着联盟第2的照范归数 以及罚球数 并且他的效率领先全联盟 这也让他加入了 萨伯尼斯以及基里连科之列 而且他是首位做到这点的青年 在这个赛季结束后 他宣布参加了NBA选秀 居然在首人第三顺位 被亚特兰大老鹰队选中 随后被交易至达拉斯独行侠队 东契奇的偶像是詹姆斯 杜兰特和欧伦 但他最近喜欢看西蒙斯的比赛 因为他感觉两人很相似 既可以打空位又可以打前锋 可以在球场上分担很多任务 就和勒布朗一样 而东契奇的选秀模板 是原来老鹰队的当家球星 乔约翰逊 东契奇可能没有最顶级的 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 但他技术全面 几乎没有短板 球风扎实 在进攻中充满想象力 东契奇对汽车很感兴趣 两年前他曾带着母亲和女友 到洛杉矶度假 他们去了好莱坞 无星光大道和罗迪欧大道 接受采访时他说 洛杉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尤其喜欢那儿的汽车 不过我也是 毕竟他还没有正式登入NBA 不过从他的集锦和分析来看 他有着出色的运控能力 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号位 无论组织比赛还是自主进攻 都游人有余 另外他有着远超通龄的成熟表现 主要体现在个人防守态度 和个人进攻组织能力上 所以19岁的他给了所有人 一份非常大的希望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要期待 下赛季他来的NBA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吧 好那关于东契奇进入NBA之前的故事 也是他年少成名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球学前面呢 之前做过他的老前辈 德克诺维斯基的球学故事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搭球 在里面回复球学二字 就可以获得诺维斯基 还有另外50多名球员的球学故事了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小店 搭球三秒去逛一逛 好了那这一期关于东契奇的球学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搭球 篮球见证生活 下期再见